针对菲律宾武装部队15日炒作 中国海军在南韩海域不安全行为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 菲律宾声明中故意回避18地 是在中国主壁郊附近海域这一事实 这又是非方自导自演的闹剧 故意制造噱头 试图欺骗国际舆论 菲律宾通讯社报道称 15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非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恩里克中校表示 13日非海军本格特号向中国海军六二一舰 发出警告和连续无线电喊话 因为该舰以80码的距离跟踪前者 并试图在中叶岛西南5.8海里处 以350码的最近点越过前者船头 非方船员在无线电喊话中称 中方违反避碰规则 并要求中国船只避开本格特号 非军方表示 此次跟踪事件发生在13日下午1时40分至5时04分 本格特号在前往菲律宾抢占的司令交战 执行定期轮换和补给任务的途中 菲律宾陆军总司令罗密欧布劳纳 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所谓的不安全行为 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海军的危险和攻击性操作方式 不仅会引发碰撞风险 而且会直接危及双方海军人员的生命 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司令部司令卡罗斯也表示 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以专业的方式行事 菲律宾此番炒作并不新鲜 7月5日 菲律宾海洋警卫队指称 中国巡逻舰在南海海域拦截两艘菲律宾船只 称该行动非常危险 其中一艘中国船只距离菲律宾军舰舰守只有约90米 迫使飞方船只减速以避免碰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时表示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 同时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飞方船只危险接近 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有关操作专业克制 军事专家张军社16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菲律宾的此番炒作可谓是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的典型例证 首先 菲律宾军方声称 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侵占的中叶岛西南5.8海里处 从地图上看 实际上这是在中国驻守的主臂礁东北方级海里处 中叶岛礁盘踞主臂礁礁盘只有大约11海里 菲律宾声明中 故意回避事发地是在中国主臂礁附近海域这个事实 中国舰艇是在我主臂礁附近海域正常巡逻 而菲律宾舰艇则是在图谋不轨 这赤裸裸的凸显了菲律宾的一贯的话术 故意制造噱头 试图欺骗国际舆 其次 本格登号今年以来多次在南沙群岛海域 挑衅我正常执行的海警船和海军舰艇 尤其是在8月份其就曾出现在主臂礁附近海域 对我海警船实施挑衅 张军舍表示 近年来菲律宾海军以及海洋姐妹队舰船 多次在黄岩岛仁岸礁等海域寻衅滋事 挑衅我舰船 不遵守国际海上必碰规则 张军舍认为 非方言论已经无法让外界相信 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9月底 非方高调炫耀强拆了中国在黄岩岛的阻拦浮标后 很快被我海警打脸 中国海警表示 非方所谓拆除中方阻拦网军 完全是捏造事实 自导自演 根据公开资料信息 菲律宾所说的中国海军621舰 为盘之花号霍卫舰 该舰是056A型霍卫舰 约为1400吨 被誉为近海防御守护者 一般在家门口执行巡逻等任务 而菲律宾海军登陆舰本格特号 吨为4000吨 吨为更大 两位匿名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无论舰艇质量如何好 性能如何优异 一旦两艘舰艇相撞 必然是吨位小的船只吃亏 从战术上讲 解放军一艘小吨位的舰艇 在什么情况下 会与大吨位舰艇进行较量 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必然是我领海主权遭到侵犯 本格特号出现在中国主币礁附近海域 其必定是再一次故意寻衅滋事 实施挑衅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在附近巡逻警戒的中国舰艇 势必采取相关措施 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甚至外逼训练有素的解放军 操作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国防部发言人此前多次强调 中国军队始终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